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方便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性格好 带人和气 收入呢也不错 这眼看着都三十冒头了 却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女友 父母亲戚都跟着着急 有时候 幸福来的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 就在去年的四月份 小刚突然陷入爱河 对一个素未谋面的苏姓女辅警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两个人在网上文字传情 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而就在小刚准备与女友见面的关键时候 女友却莫名其妙地突然就失联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今年的2月16日 小刚和堂弟小文等人 急匆匆地来到盖州市公安局 西海派出所 小刚刚刚到派出所的时候 由于着急 说话有些意无闻刺 你什么事 你等一会儿再来 家属来外面等一会儿再来 值班拟警 让小刚先稳定稳定的情绪 仔细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俱慢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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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你说一下 我来报案 我女友都找不着这 当时身情很慌张 来了以后你口述地告诉我们说 她项链了近年一年的女朋友 就消失不见了 多放寻找也找不到 女朋友找不到了 失联了 这对小刚来说是件天大的事 可是对于民警们来说 这样的事早已见怪不怪了 那么小刚的女朋友是何时失联的 如何失联的 警方都需要有一个仔细的了解 陪她一起来的 陪她一起来的有她一个弟弟 然后一起说的 而且这个女朋友是她弟弟给介绍的 介绍的朋友 她是你什么 她是说我弟弟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 姚苏宇涵 原来从去年三月份开始 小刚通过叔叔家的堂弟小文 介绍了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苏宇涵的女孩 四月份在小刚的猛烈追求下 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然而就在交往了近十个月的时候 小刚的这个女友却突然不和她联系了 微信被删除 电话接不通 完全消失不见了 心急如焚的小刚去找介绍人 堂弟小文 小文也联系不上这个叫苏宇涵的女孩 女友是辅警 会不会遭到坏人的报复啊 小刚满脑子都是影视剧中的各种片段 他越想越怕 于是就约了堂弟小文等人 一起来到派出所报了案 提起小刚的这段感情经历 还得从他准备办理驾照说去 去年三月份 就是我去我奶家跟我奶说 就是我今年打算挣到钱了 我就打算办个驾照证 等我叔叔家弟弟就去我奶家了 我奶跟我叔叔家弟弟说了 小刚的堂弟小文听到这个消息后 主动联系了堂哥小刚 称办驾照这事他可以帮忙 哥 你想办驾照证 我这边有那个认识人 他是在交通局上班 他能找人给你办 小刚一听这话 赶紧委托自己的堂弟小文 替他安排此事 他就通过这个交通局这个女孩问 他说这个女孩就跟他说 你先交500元押金 然后过年回来直接就可以考 借事情的进展这么顺利 小刚觉得堂弟小文办事挺靠谱 他二话没说 马上就拿出来500元钱 准备交给堂弟小文 一开始小刚在三个人建的群里 转了500块钱 这个名叫苏语涵的女孩把钱收了 几天后小刚的堂弟小文跟他说 办驾驶证总共需要3500元 把剩下的钱也给他吧 小刚想 既然是自己弟弟介绍的朋友 办事肯定差不了 于是他就把余下的3000元 发到了三人建的群里 一来二去 小刚通过弟弟小文的牵线搭桥 他和这个女孩通过微信聊天 也逐渐熟漏了起来 私下里堂弟小文告诉哥哥小刚 这个女孩还没有男朋友 你也老大不小了 不如趁此机会 追求一下这个女孩 听堂弟小文这么一说 小刚也上了心 平时有事没事就主动跟人家搭话 一来二去 两个人互相有了好感 最后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刚开始确认关系的时候 他给我发过两张照片 从这个照片上看这个女孩 确实挺好 照片上的女孩让小刚一见钟情 小刚从此对这个女孩也更加热情 虽说办驾照的事最终没有办成 但小刚也没让对方给他退钱 舍不来孩子套不来狼 这个道理小刚还是知道的 因为我当时想跟他视频 他说他那个正在执行 他身上有个摄像楼 不方便打视频 也不方便打语音 小刚曾多次提出 与女友视频或语音 但都被拒绝了 那么既然语音 视频对方都不方便 小刚便提出跟女孩见个面 然而这个心愿 直到女孩失联 他也没能实现 就一直想见这个女 这个女就是不肯见 就是老以各种有事的情况下 就是躲着 不宜聊天 不视频 也不见面 时间久了 小刚渐渐起了疑心 这个林勇该不会是个骗子吧 听唐弟小文这么一说 小刚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既然女孩的家庭住址 和社会关系都有去可查 也就不怕她会骗自己 这么长时间不见面 可能女孩还是有什么顾虑 白月师傅左右 这个女孩就说 一会儿有一个人家女 不知道是谁 她说家女你就知道了 渐信刚家完不久 小刚就接到了一条消息 他定睛一看 好家伙 这个新家的好友 居然是准岳父 然后就开始 我跟这个叔开始聊天 她说我姑娘就是从小交生惯养 她说你俩在一起了 你多照顾照顾她 事有蹊跷 失联的女友为何查无此人 总共有六个人 最大的一个才十七岁 深入调查 幕后操守竟然是她 自己蓄够了一个 注意含例言误 和她的连天 失联的女友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二十七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养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洋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刚开始 小刚对这个女孩 起锅疑心 后来他仔细一琢磨 这个女朋友 是堂弟介绍的 又是堂弟女朋友的好闺蜜 再有 他还加了准岳父的微信 从双方说话 落坑上来看 也都很像那么回事 于是小刚对这个女友 更是呵护有加 一般只要是 女友提出的要求 他都会尽量去满足 我和同事一起逛街呢 看好一件衣服 挺贵的 没舍得买 多少钱呢 我给你 这两天手机总是卡 手机用了两年多 想换一个新的 换吧 我给你钱 我同事办了一张瑜伽卡 我也想办 可还没开工资呢 我给你转钱 近十个月的时间 小刚总共转给 自己这位从未谋面的女友 总计二十多万元 然而从二零二二年 二月十日开始 小刚再发微信给女友时 却总也得不到回复 最后还被拉黑了 这下小刚可慌了 女友这是变心了 还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呢 因为我们西海的 治安处有七个 辖区里得有 一万七千人左右 每天接触这样的警 也不少 找人嘛 很正常 我们就在户籍网上 给他查了一些 然而根据小刚提供的 身份信息 警方在查询之后 却发现 根本没有符合条件的人 该总是焦树雨晗 这个人 就是同瘾的 这个焦树雨晗 这三个人的人 总共有六个人 最大的一个才十七岁 而据小刚在报案的时候称 他的女友 今年二十五岁 是当地交警队的一名辅警 有名有姓有职业 户籍信息上 怎么就没有这个人呢 要是仔细说 了解到职业里 是我们交警大队的 一个女协姐 她说的 我们又问了一些交警大队 交警大队里 也跟我们说是 近几年来 就一直没有叫这个 一名的人存在 此时小刚有点发懵了 既然这个女孩 是堂弟介绍的 那堂弟小文 总该对他知根知底吧 可就在警方准备 对小刚的堂弟小文 进行询问的时候 却发现了他的异常表现 当时表弟在学问的过程中 有些坐不住了 就趁家里面有事就要走 当时就把他表弟拦住了 怎么回事 来来来来来 小伙子 没有你走 你回来 我要他走 我要你走了 就说你在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 你不可以走 你必须配合公安警官调查 唐弟小文一看 警方要找自己详细了解情况 就马上找理由要走 这不免让民警觉得十分可疑 难道小刚这个女友的突然失联 与他的堂弟小文有什么关联吗 面对公安机关的询问 小刚的堂弟小文回答的是 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 基本上就是说自己把自己回答过的问题 就是我们再次询问的情况下 自己都忘了上次是怎么回答的 很快小文再也无法自圆其说 只能交代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另外宋某文还交代 那个宋宇涵爸爸也是他设计出来的人物 为的就是取得堂哥的信任 继续骗取钱财 他堂弟一个人饲演好几个省份 来骗取他堂哥的信任 又以购物 培训 扯招式为由 连来骗取他堂哥 22万4千元人民币 俗话说千房万房 家贼难房 骗钱的主意打到了自家堂哥的身上 我们对小刚的遭遇深表同情 被害人小刚感慨地说 我父亲和他父亲是亲兄弟 我也一直拿他当亲弟弟看 他是真把我当堂哥耍呀 或许嫌疑人宋某文刚开始 是真想戏弄一下 自己这位实称的堂哥 但是演着演着 他就假期真做 越骗越多 越陷越深 事情的性质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玩笑变成了诈骗 宋某文透支堂哥的信任 利益熏心 自编 自导 自演 一人分饰三个角色的这场网恋大戏 最终以他戴上冰冷的手铐 完美收场 有警示 现在我能不能来 辅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